夏天吃不完的西瓜皮千万不要扔了,把西瓜皮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,没想到会这么厉害,奶奶吃了一辈子的好方子,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学着奶奶一样做,今年的西瓜真的太便宜了,几毛钱一斤,这么大的西瓜还不到十块钱,挣着便宜,家家户户吃的西瓜也比往年更多了。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西瓜皮的好处,这么好的西瓜皮都扔垃圾桶了,真的太可惜了,今天你们只要学会了我这个做法,以后西瓜皮再也不会白白浪费了。 我们先用刮刀把表面的一层青皮刮掉不要,然后西瓜皮的红磅也要尽量去除干净,它的水分很大,影响脆度。 瓜皮处理干净后,我们再用清水浇洗一遍,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长条,不要切得太薄,稍微厚一点,口感会更好。 然后多加一点食盐,食盐至少是平时炒菜的三倍,再给它们充分的抓拌均匀,这一步先给西瓜皮沙水,拌匀后腌制一个小时左右。 一个小时后,我们再看一下,西瓜皮杀出了很多水分,我们把西瓜皮捞起,尽量钻干水分,这样处理过的西瓜皮,口感就会变得很脆爽。 接下来我们把处理好的西瓜皮倒在晒扁中,把它摊开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,像这样的天气暴晒一天就可以了。 晒到像这样子七八分干,抓在手里不粘手就可以了。 然后加入温开水,快速的清洗一遍,把瓜皮表面的灰尘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 然后挤干水分,装入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中,加入姜末、蒜末,一大把干辣椒碎,再加少许的白糖和味精,提味提鲜,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抓拌均匀就可以了。 拌好就可以开吃了,现拌现吃,这样做的腌西瓜皮香辣脆爽,开胃又下拌。 吃不完的就装在无水无油的玻璃罐中,放冰箱冷藏保鲜,这样吃一年也不会坏的。 夏天没胃口,用它配粥配米饭,真的太好吃了,赶紧学着做出来吧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